大多倫多地區的持牌日託中心即日起合資格申請參與 聯邦及安省政府合作達成的10元日託資助計劃 蘇漢文報導 聯邦和安省兩級政府今年3月簽署10元日託協議 承諾首階段加上為5歲及以下而同 在持牌日託中心支付的費用將會減少最多四分之一 即是每日12元 追數生效到今年4月1日 當時省府預期家長最快在5月就會開始收到退款支票 不過大多倫多地區的大部分托而設施 直到今星期才能申請參與各項計劃 主要是因為需要就申請程序和省府諮詢而構成延誤 其中多倫多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接受申請 截止日期是9月1日 約克區和皮爾區的申請程序也是今星期開始 而杜林區就率先在較早時已經展開 目前安省有11個城鎮開始申請程序 根據協議 2024年9月托而費用進一步降低 到了2025年9月最終達到每日10元的目標 持牌托而機構可以登入所在市鎮政府的網站查詢 在啟動 怎麼下 但是 你有問題